为什么75%的离婚是女性提出来的呢? 通过大数据显示,如今有75%的离婚是女人提出来的。 为什么大多数离婚都是女人给提出来的呢? 其实原因有以下四点。 第一,男人触碰到老婚姻的底线,让女方无法原谅的正是男人的背叛。 第二,男人不思进取,靠女人去养家糊口。 男人穷一点不可怕,穷一辈子才是真的可怕。 第三,婆媳矛盾无法调和。 有的婆婆对儿媳妇十分的苛刻,为了家庭的和睦,儿媳不得一忍再忍。 但婆媳关系不合的背后都是一个无能的丈夫。 第四,经济独立,有离婚的底气。 这女人一旦经济独立了,她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, 因为她们能给予自己安全感,同时也不依附于男人。 女人主动提出离婚,反映了现代女性更加注重婚姻的质量, 尊重内心的感受,关注自己精神世界的需求。 人主动提出离婚姻的。 感谢观看